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非常可爱的柠檬玩偶小挂架 这个小挂架很适合新手去学习 都是用到了基础的针法 这个教程非常的详细 对新手很有好 这个大小我是用苏苏姐家的四股文面来勾制的 一起跟着我学起来吧 我们先来勾主体的部分 先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或者这样夹住 绕在十指上面 再绕在中指上面这样捏住 取出勾针 直接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绕线穿过小的线圈 这样拉紧 我们用还心起针法 还起短针 勾针直接穿过这个大的线圈 我们往下压线带过来 用十字短针法 带线过来之后 是两个线圈绕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绕线脱掉 我们总共是还起六个短针 大家自己勾完 六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直接找到短的线头拉紧 然后我们再找到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然后对线过来 接着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勾针和十字反方向的用力拉紧 然后起了一针 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针目 是在刚才引拔的位置 我们直接入针 先勾一个短针 同样是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然后第二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编织两个短针 我们同一个针目入针编织了两个短针 就是一个短针加针 第二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九个针目 第二组的规律是在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再是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第三组规律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三组规律 第二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这里有引拔针和起立针引起的针目 一定要省略掉不勾 直接找到最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三个针目还是编织一个短针 这是一组规律 第三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2个针目 第二组的规律是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大家把剩下的一组规律 自己编织完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第三组规律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临接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 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四圈的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8个针目 大家可以自己勾完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重复 第四圈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五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三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组规律 第五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24个针目 第二组的规律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大家把剩下的自己编织完吧 第五圈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六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 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 一个短针 在第四个针目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就是一组规律 第六圈的规律就是 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30个针目 大家可以自己编织完 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重复 第六圈 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七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第五个针目 还是编织一个短针 这是一组规律 第七圈的规律就是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两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36个针目 第二组规律 我们先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编织两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大家把剩下的自己编织完吧 第七圈我们编好了之后 同样是取下记号口 做一下引拔凌接起立矣针